看网络视频要先看广告 倒计时结束才能关闭 手机APP广告想谈就谈 关不完 躲不掉 心里还是很反感的 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别办法 市场监管总局重拳出击 互联网广告应当显著标明 关闭标志 确保一键关闭 治理互联网广告的野蛮行为 不留死角 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独家冠名播出的央视财经评论 我是主持人马红涛 现在互联网广告可以说是无处不在 想一键关闭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26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 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稿 为期一个月的时间向社会公开的征求意见 这份办法是回应了社会的关切 明确将以互联网直播等等方式 直接或者间接的推销商品 或者服务的商业广告 跨境电商广告 纳入到监管当中 那么在这其中增加了对链接广告 等等的专门规定 特别是对弹出广告一键关闭 以及植入广告等等要严加监管 专门针对互联网广告的管理规范 终于是要出台了 今天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 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 分别是互联网行业的专家 包冉 欢迎包冉 还有我们央视财经评论员刘哥 欢迎刘哥 在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看几个互联网广告的案例 这款叫做微理看看的APP 点击进入后页面上出现弹窗广告 页面中间还有个大大的插号 这是APP弹窗广告的陷阱之一 通过设置虚假无效的关闭按钮 来欺骗误导用户点击广告 再来看这款叫做掌上零和的手机APP 一打开就立刻出现了广告 只要触碰 系统就会自动下载一款叫做陶特的软件 这就是APP弹窗广告陷阱之二 未向用户明示任何下载应用的提示 却在用户触碰广告页面任意位置后 自动开始下载 还有这款名叫运动世界校园的APP 打开之后 用户点击该页面的任何位置 都会触发广告跳转 这也是APP弹窗广告的一大陷阱 任意触碰都可进行广告跳转 心里还是很反感的 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别办法 因为有些还是需要用的 大部分百分之八九十都有 一打开它先来个广告的那种 完了还得关一下 因为你有的东西是它很反感的 就是说看一些消息的时候 它先弹出这个 你必须先点击把它关掉 因为有时候我们还发现 就是你点关的时候 或者不一定碰哪 反正把它打开了 那样会造成后续很多的麻烦 有时候老人使用这类的应用的时候 他不知道该怎么操作了 也不会关 这个特别容易产生一些误操作 的确现在有太多的APP 都是设置了这样的广告陷阱 各种各样的弹窗 想弹就弹 关几次都关不掉 其实我看到 按照我们现行的广告法 就这种一键没有办法关掉的弹窗 其实也是不允许的 它为什么能够这样子捋进不绝 我们说互联网广告真是作为广大的网络用户 来说是苦广告久矣 第一个就像你刚才提到的一样 很多它设置了强制的让你观看 比如说必须几秒 五秒 甚至夸张的十几秒 这种的开屏 叫开屏广告 或者叫开机广告 这种情况下 它确实产生了某些特定情况下的合理性 什么是合理性呢 第一 你确实有刚需需要用这个APP 对不对 如果说这个APP可用可不用的话 你完全可以不用打开的 马上要长按删除就好了 对不对 很多APP你是不得不用 不得不用的话 你就必须得等待 你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取掉广告 怎么的 付费会员 对不对 里外里你总得掏钱 不是付出注意力 就是得付出实际的会员 所以说有一定的合理性 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这种合理性 肯定是不合规的 也是不合法的 也是什么呢 不合情的 为什么呢 因为广大消费者网络用户的情绪 和感情和感受体验 受到了极大的什么 极大的压缩 如何平衡这两者之间 平衡这两者 其实我们看到 在技术的创新方面 也有一些 比如说我们看到 现在也所说的 所谓叫算法推荐类的广告 对吧 当然你不能走到极致 走到极致是 我们随便输入一个搜索词 改天我的所有的APP上 都出现了相关的产品推荐 感觉自己的隐私又被出卖了一遍 对不对 这也不好 这是走到另一个极端了 但是依靠算法来嗅探到 我作为一个用户的 对于某种商品 或者某种服务的偏好 给我进行合理的 评测的推荐 对不对 不是广告的狂轰烂炸 这点我觉得是合理的 而不是一刀切式的包围和威度 但是这种看上去是 量身定制的广告台窗 会不会又会侵犯到 个人的隐私呢 这就是个人数据的问题了 所以我们看到 这次新出台的 当然是征求意见稿了 管理办法中提到了 第十四条有个明确的提到 通过算法推荐实施的广告 后台产生的数据 都属于广告业务的 什么的底层的材料 这些材料必须要按照 法律法规进行保存 要按照广告法的 广告法 相关的规定 保存多长时间 不能够随便使用 不能够随便的使用 而且要给监管方流出 查询查阅的权限 就更不能够把这些数据 卖给其他的 那肯定是不行的 对 现在其实是有很多 是这样互相出售的 我们看到我经常会在 这样的一个搜索引擎上 搜索了一些 比方说钓鱼的视频 转到一个电商平台上 马上就会看到很多 鱼杆鱼具 推给我 刘哥能不能跟我们算一笔账 跟我们分析一下 就是为什么这种弹窗 履禁不绝 而且这种明显违反广告法的行为 会是一种怎样的冲动 让这些商家 一直在选择这种方式 其实我们可以梳理一下 时间线 也就是说 原来的互联网广告的 崭型条例是什么时候颁布 那是2016年9月1号开始实行 是的 在这之前颁布的 那么也就是说 那么我们回忆一下 其实也就是这五年 五六年的时间 实际上是真正的 就是基于手机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 大行其道的时候 所以其实是很多企业 很多的商家 是在这个以后 就是进入到移动互联时代以后 才进入到这个市场里面的 所以他们对相对而言的话 有很多 就是说因为相对而言 在那个时候 因为还没有出现 那么多的花活 也就是说 它没有基于APP的 这样的一个使用场景 所以那个规定的话 相对是比较粗的 也就是说你比如说 弹窗里面必须要有这个 关闭的功能 就是当时是这么规定的 但是呢 这个后来呢 当然因为你这个广告 如果有更多的人观看 观看的时间越长 而且呢 互联网呢 它的特征是 每一个都可以记录 都可以向客户来交代 对吧 那么所有的这样的 这么多的移动互联的 这样的一些新的进入者的话呢 那肯定他要钻这个空子 所以现在你看呢 就是新的 新的一版的 我们的这个条例的话呢 那么就是说 把这个很多 这个应用场景的话呢 规定的就更加细致化 没错 也就是说 你比如说像有的呢 你说我这个地方设置了关闭 但是呢 你手 你按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 你就关不了的 你要等好几秒以后 硬看了以后 你才能关掉 还有假关闭案 对的 还有假币 然后呢 关了这个以后 又给你弹出来一个 对吧 那么这些的话呢 它现在就是一个举例法 那么也就是说 一二三四五六 那么就是说 在各种情况下 不能使用的 规定的更加详细 这样的话呢 就规范这些 在移动互联网里面 更多的这样的一些 新的这样的一些主体 就在你看来 16年那一版 暂行办法 是没有考虑到 后来会有这么多的花样 不可能 不可能 因为这些东西 这是个历史的原因 磨高一尺 倒高一尺 倒高一尺 磨高一丈 因为在监管和被监管 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它一定是互相博弈的过程 所以这次我们也看到 这个暂行 这个新的管理办法 公开征求意见 就像你刚才说的 里面对这个各种各样的 弹窗的这种方式 也进行了一个 非常细致的 对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新的内容 这个其中也专门提到 以启动播放视频插播 弹出等形式发布的 互联网广告 应当显著标明 关闭的标志 就是有的时候 我们是找不到 那个标志在哪 你跳不过去 你一碰 就反而进入到 这个广告页面了 对 要确保意见关闭 不得有以下的五种情形 在这个标板上 可以看到 这五种情形 都是不允许的 另外呢 还不得以欺骗和误导的方式 又使用户来点击广告 那么两位觉得 我们这个规定的 这么细致了 以后还会再有 这种情况出现吗 肯定会有 为什么 还是会有的 在任何一个技术创新迭代 比较频繁和高频的领域 监管办法 法律法规 一定是有滞后性的 对不对 因为我们无法预判到 技术的更新变化 还有没有未来的场景 举个例子 今天我们看到 已经针对于 移动互联网的场景 有了非常完善规定了 这是距离上一版的 基于PC互联网时代的 一次演进 一次进步 但是现在我们就知道 虚拟互联网 以后会不会有体感触感 和胃感的广告 畏觉 对不对 你都不能出现 这种广告怎么规范呢 可能还得有待于 你这种广告形态 先要有一些创新的探索 它得完整地呈现出 你这个广告现在 是什么样子的 它会带来哪些擦边球的 钻漏洞的 一些不好的违法的地方 这时候监管才能跟得上 监管是没办法超在前面 对的 只要出现问题之后 也不能太超前 因为监管太超前的话 可能会遇上超新 恶瑕创新了 的确是这样 还有很多的乱象 现在出现我们身边 让我们的很多消费者 互联网的使用者 都感到非常的头疼 而我们现行的广告法 事实上是对广告的 刊登播放等等方面 已经做了非常详细的规定 但是在互联网广告领域 还有一些乱象 是必须加以更加精准的规范的 我们再来看一个记者的调查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 在不少商业资讯平台上 充斥着大量售卖假冒产品的 违法广告 这是某平台的一个手表广告 记者点击以后 页面马上跳转到了境外的一家 售表网站 里面不乏世界顶级名表 比如这款市场价格近7万元的 某品牌万表 这家网站只卖1780元 随后记者通过微信联系上了卖家 对方表示 他们卖的是1比1制作的复刻品 保证是原单品质 除了假冒产品的违法广告外 在新闻资讯平台中 不做任何标识的广告 更是广泛存在 在某新闻客户端 一篇题为 营养是鸡蛋的14倍的文章 把其他媒体一条正规新闻报道截图 作为首页图片 且没有任何广告标识 记者点击以后 发现这篇文章是一个中药材广告 在另一个平台上 一篇文章的标题表达的是如何用枸杞制作甜品 但文章只写了四行字 就开始推荐一家甜品店 记者还随机浏览了其他几个商业新闻资讯类的APP 发现这些客户端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违法刊登广告的问题 这个文再软它仍然属于广告 必须在文件或者在相关的这个显著位置 明确标明它属于广告 否则的话呢 它在发布形式上就属于一种违规行为 现在的各种软文真的是防不胜防 在我们刚看到的时候还以为是个重大新闻 甚至包装的是一个重大的科技发现 看到最后才发现它其实是个广告 按照新的这个管理办法 要求它必须是在一开始就要标明 这是一个广告 要让阅读者加以分辨 而不能够在这样蒙方过关 其实可标识性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可标识呢 就是可识别性是吧 就是说你必须呢 如果是广告的 如果是付费的 你必须要明确地告诉大家 这是个广告 这是一个广告法的一个基本原则 基本伦理 基本伦理 而且也就是说 当然因为我们的广告法呢 在开始的时候有95年 那个时候制定的 但是后来呢 2015年的话呢 又就行了修订 修订 但是呢在15年制定的时候 它可能那个时候的话呢 因为它这个法律的 它那个基因就是那个时候 电视应该是最发达的 主流媒体的 所以的话那个时候 跟这个那个时候的话呢 就是可能跟电视啊 和如何呢 防止这个 这里面的话呢 这个一些违规的行为 更可能说的更多 但是现在呢 这样的一种变化呢 但是这个新的这个条例里面 非常明确地表达 也就是说 互联网呢 它作为一个新的 这样的一个 其实它已经是一个 最主流的一个广告 发布平台和渠道了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 你不应该再去吃小灶了 对吧 它已经 它现在整个的广告的话呢 已经占到了 整体的60%这样的一个比例 不同的口径 不太一样 所以它已经是个 最主流的广告 这样的一个发布 平台和渠道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那你必须按照 广告法的基本原则 来进行广告的发布 你比如说 像直播制这件事情 现在李佳琪威亚 我们看到她 她的一次直播 就相当于 以前一个百货公司 现在也是 一年的销售量 不止一家的百货公司 对 一年的销售量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她去卖一个 比如说欧莱雅的面膜 或者是卖一个 什么口红的时候 她说的每一个话 要不要把它认定为广告呢 我觉得是要的 法律上的话呢 应该说是 直播内容 视同于广告的经营者 发布者 也就是说 你在里面呢 你是一个网红也好 你是一个销售 销售也好 那只要是 你在你的这个直播间里面 你去表达 在卖货的过程当中 为了去介绍这个产品 那么你去表达的 这样的一个 所有的内容 应该可 应该是视为广告的 是应该遵守广告的 那些基本原则的 比如说 你比如说一些罪 是吧 你就不能说 极端化的用词 你就不能说 然后呢 那你卖这些东西呢 那么所有的这些产品的 这些基础性的材料 那都应该去 在这个管理办法 确认之前 直播带货这件事情 是没有明确的 由广告法来约束的 所以说 在这样的一个 带货过程中 更多的是个销售行为 没有被视作 是个广告行为 对 但是事实上呢 我们看到 在这次完整的这种的 广告 互联网广告的 管理的规定 出来之前 这就意见稿出来之前 第一 我们有暂性办法 第二 世间总局也好 广电总局也好 网信办也好 各个部委 其实都出台了 相关的管理规定 或者是管理规范 其实都表达了 一致的意思 但是呢 需要一个极大成 对不对 这次的 从暂性办法 到管理办法 把暂性两个字去掉 其实就是一次 极大成的一个 里程碑式的升级和演进 而且从现在来看 我们看到 互联网广告的管理 已经日真完善了 对吧 因为你已经成年了 你不再是 要奥奥待遇的 需要我们扶持的 更加宽容的 这样的小孩子了 你都占了那么大体量了 就和刚才刘老师说的一样 你已经成为 主流的一个平台了 你就需要成年以后的一个 同等水平的监管 占的份额多了 就要成为更多的责任 责任更大了 是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这些带货的主播 是不是在带货的时候 不能为了卖东西 信口开河 你还在考虑 你说的每一句话 是否符合广告法的要求 是否符合我们互联网 管理办法的要求 对 就是说每一个直播间 可能大家以前 没有这种意识 就是说现在 我都是觉得 就是对于一些头部的主播 对于这些大的公司 要现在要完全 按照这样的新的条例 和广告法来要求他们 但是对于具体的 其实也没卖个体户 是吧 卖点什么 那也没必要去 真的要人家的话 把整个 像以前的话 一个特别完备的 一个公司 所需要的那些手机 全部完备 你把它变成一个广告公司 但是显然是不能那么干 但是的话 一定要建立这种意识 就是说这个意识 你应该把广告法 拿来学一学 也就是在这里面的话 你在传播 你的这个产品的时候 什么东西能说 什么东西不能说 是吧 那么去怎么表达 这个产品呢 如何 这个如实地去表达 这个产品 把广告法里面的 一些基本的原则 你吃透了 那么我觉得呢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最后和客户 之间产生了 什么纠纷 或者什么的话呢 那你可以规避到 这些风险 所以说如何在 合规性的前提下 一手抓合规 一手促发展 这些呢是摆在 所有的互联网的 广告人面前的 或者平台面前的 一道必答题 但是在经过了 这段时间快速发展之后 我想不管是这些 公号客户端 还是带货的 其实都需要到 一个规范的时候 因为只有规范好了 才有可能健康发展 但是还是要特别指出的 就是这个规范 更多的是指的平台 和头部的大号 这样的一些 我们现在还不能说 把所有的 因为互联网呢 毕竟和传统的广告 发布的方式 它还是有区别 我刚才讲了 我们原来的广告法呢 毕竟是基于 在1995年的 那个基础上来制定的 所以呢就是说 那么具体的 每一个小的 上传的一个up主 或者是一个主创者 或者是一个 公号的这个写手 那是不是要完全 按照这一套手续呢 那我觉得也不一定 而且是要考虑 一个管理成本的 对对对 也不是的 可能这个新的 管理办法出台之后呢 会给整个行业 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但是我想这个改变 可能会让我们的 这个整个行业 更好的来发展 规范和促进 这也是我们各方 希望看到的一个结果 好的 稍后请您继续关注 我们的节目 好的 欢迎您继续关注 正在直播的 央视财经评论 我是主持人马洪涛 今年来从电脑端 到移动端 关不掉的弹窗广告 植入广告 可以说是令 每一位消费者 都不胜其烦 消费者要练就 火眼金睛 甚至点学神功 才能将这些不讲理的广告 彻底地关闭 现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出台了新规 那些关不掉的互联网广告 终于要被强制一键关闭了 我们期待一个 干净有序的互联网空间 毕竟只有这样的互联网空间 才能实现广告主 广告平台 和我们消费者各方的供应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两位嘉宾的参与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